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继续在东南亚的访问 到访马来西亚 与首相毛希丁与外长希沙姆丁会谈 批评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是过时的冷战思维 出访东南亚四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星期二在马来西亚 与正在家居旁边的首相毛希丁举行视像会谈 王毅表示 中方元与马方加强各领域的合作 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后疫情时期取得更大发展 将根据马方的要求 向马方提供研发成功的疫苗 中方元与马方一起 引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聚焦东亚合作 维护地区稳定发展 毛希丁感谢中方对马方抗疫给予的大力帮助 希望与中方加强疫苗合作 马方元与中方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王毅同日与马来西亚外长希莎姆丁会谈 之后两人举行联合记者会 王毅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 危害东亚和平与发展前景 美国所提出的一带战略 事实上是以美日业澳四国机制的依托 去够构建所谓的新北约 这一战略所供吹的是早已过时的反对思维 推行的是集团对抗地理的维护 维护的是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霸主体系 王毅指出中方和东盟成员国应该合作 清除南海的外在干扰 王毅同日过境访问新加坡的时候 和新加坡外长维问会谈 王毅表示中方愿和新加坡在疫苗研发方面 加强双边和三方合作 维问指出双方重新共同支持经济复苏 包括新冠病毒疫苗和疗法的合作 以及安全感恢复国际旅行 王毅之后会转到老窩和泰国访问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